那在現在的生活裡面呢 很多時候啊 在風水上面來講啊 我們就是很痛苦的是 你的珠缺位打開就是一堆傻 因為建築的關係呢 到處就有量 沒有辦法真的透過風水去跟動 大的布局 但是呢在紫維斗樹上面呢 就有了這樣的方法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會在想說啊 風水跟命理是不是連接的 那我可以在這邊直接告訴大家 風水跟命理一定是連接的 每一個人適合的風水呢 要跟他的命盤是相對應的 因為紫維斗樹是明清兩代 皇室御用的命理學家在使用的技術 所以他其實不是只有命理 或者說真正的所謂的命理學 實際上本來就應該要包含了風水在裡面 甚至一些風水布局在裡面 那在現在的生活裡面呢 很多時候啊 在風水上面來講啊 我們就是很痛苦的是 你的珠缺位打開就是一堆傻 因為建築的關係呢 到處就有量 沒有辦法真的透過風水去跟動 大的布局 但是呢在紫維斗樹上面呢 就有了這樣的方法 傳統上面呢 紫維斗樹它其實是集合了 易經八字 然後前門鈍架 還有印度占星的一個綜合載體 因此呢 它也包含了布局在裡面 許多人啊 都會想要來問我說啊 當他人生碰到很多困難的時候 他應該到底要怎麼辦 我們長期一直推廣說啊 命理學要透過你自己心情上的調整 個性上的調整 就可以慢慢去改變自己的命運 不過呢 很多時候啊 我們真的是沒有辦法做得到說 去修正自己的心緒 改變自己的個性 紫維斗樹盤上面的事殺 代表了我們天生啊 你就是沒有辦法控制的情緒 人可以透過很多的行為 打坐啦 冥想啦 知識啊 等等的 在你在發脾氣的時候 在你要糾結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可以理性做調整 但是當然現實的情況是 很多時候既然這個東西是 我們與生俱來 我們所需要去做修正的事情 就是斗樹上面常常在講的 譬如說 陀螺星 這是我們這輩子的功課 那當然你就不容易去做到 譬如說 你在情感上面呢 總是不知道該怎麼做選擇 譬如說你對朋友呢 總是呢 沒有辦法拒絕朋友對你的要求 或者是 你在選擇工作的時候 你總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知道選這個好 還是選那個好 那這些事情呢 都會讓你造成了 可能選錯的人 左手賺錢右手 就為了朋友破財 或者是好的機會 在你猶豫的過程中間 你就被人家調走了 那當然也有可能是 你很衝動的 不小心說什麼話 得罪了別人 那透過你對自己命盤的了解 我們可以呢 利用方位的變動來調整命盤的變動 然後造成你命盤一些好的狀況 我們在風水進階課裡面 就包含了這樣的布局的技巧 很多同學自己回去布局的時候 效果相當的相當的好 所以呢 我們有為了學生 推出了一個 專屬他們的布局道具柱 如果你們沒有上過課 你們不知道說 要擺在家裡面什麼方位 現在呢 也可以在我們的官網 或是在我們的購物網平台上面 購買這個布局柱 油燈放上去之後呢 油燈的貨可以穩定你的心緒 讓你的心情跟靈魂靜置下來 我們所使用的油呢 還是水晶進化的優 特別挑選了 放冰裂紋的油燈組 在這個套組裡面 只要寫下你所需要修改跟改正的事情 我會親自呢 幫大家去選擇 放在家裡哪個方位是比較好的 幫助大家改變自己的命運 另外呢 我們也特別推出了呢 香氛蠟燭組 那蠟燭的功能呢 基本上跟油燈是相同的 它的差別在於說呢 香氛蠟燭組呢 它還融合了精油香氛的味道 可以調養自己的心緒 去引導你自己的精神狀態 跟靈魂狀態 如果你希望說 再加上香氛的這個效果的話 那就可以選擇蠟燭組 它有不同的選擇 當然都有我自己呢 來幫大家看這個方位 以及獨特事 大你 很可怕 大 eat 你 獨有 小 好 感谢观看